大家好,我是牛哥点评 今天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广西爱情故事里面的小勇 大家也知道 小勇来到自己家已经是第三天了 今天小勇出门了 今天小勇来到了镇上 他来到镇上是要买一点水果 他在一家水果店里买了三斤苹果 买了三斤大青枣 然后又买了一箱经典的有机纯牛奶 今天小勇是要出门去做客 今天小勇的目的地是哪里呢 很多人都非常的关心 其实小勇今天他是到炮哥家去的 炮哥是小勇在自己家乡的好兄弟 然后小勇说大半年没有去炮哥家里面了 这个很多小勇的铁粉应该知道 好像是在今年这个好像是六七月份的时候 当时正是夏天 小勇找到了炮哥 跟炮哥这个就是讲了自己的难处 说炮哥这个兄弟我呢 这个要去相亲了 要去青州相亲 但是没有路费 怎么办 炮哥二话没说 好兄弟要相亲 自己呢作为兄长 肯定呢要鼎力支持炮哥 当时呢二话不说 直接呢从自己的私房钱里面 这个拿出了两千块钱给了小勇 小勇当时呢也是这个非常的感激 踢泪横流 然后呢小勇呢就踏上了这个去青州 找小凤的这个艰难的旅程 但是大家也知道谈了半年的时间 小勇呢终于呢还是呢从青州呢回来了 然后呢又谈了这个小七啊 又去了南陵去找小七去了 但是呢小凤和小七呢 小勇呢是一个也没有成功的带回家啊 但是呢今天呢小勇呢啊还是得来炮哥价一趟 为什么呢一方面小勇呢已经呢是通过微信或者支付宝转账给了炮哥啊 因为炮哥呢前段时间呢一直呢打电话啊 在电话里面呢这个炮哥呢是不愿意吹小勇还这两千块钱的 但是炮少呢一直呢很着急啊 怕小勇呢欠钱不还啊 所以呢小勇呢这个刚到家了可能是昨天吧 就这个转了三千块钱的给炮哥啊 炮哥呢大家也知道他呢是非常的这个啊 应该来说呢是非常正义的一个人啊 啊并不是说这个啊小勇多给了一千块钱 他就照单全收了啊 炮哥呢又把这个多的一千块钱呢退给了小勇啊 小勇呢终于呢也明白了炮哥的心意啊 他呢也没有客气啊 啊然后呢就把炮哥退回的一千块钱呢给收下了啊 但是呢这个兄弟情呢终归呢是兄弟情啊 这个欠债还钱啊天经地义 但是呢炮哥炮少呢 又没有收他的利息啊 所以小勇呢过意不去 今天呢特地呢买了牛奶和水果啊 上门登谢啊 总体来说呢小勇呢也真的是越来越这个成熟了啊 让牛哥和广大的网友和粉丝们都是刮目相看啊 识别三人当刮目相看 很多人说小勇是不是因为受到了小七的启发 然后呢一下子呢变得这么的通情达理啊 其实呢小勇呢一直是很通情达理的啊 只不过呢有时候呢大家呢也看到了他的抠抠收收啊 小勇的抠抠收收呢确实啊有一点啊 但是不是很严重啊 人家赚自己的钱花自己的钱对自己很节约啊 其实呢也并不是大家网爆他的一个借口和理由啊 然后呢大家也知道小勇呢其实呢也是懂礼貌的啊 只不过呢有时候呢他呢这个怎么说呢啊想让自己的口袋里呢少花一点钱 所以呢他有时候呢就这个非常的节约啊非常的小气啊 这一点呢大家呢应该也是这个非常了解他的 然后呢今天呢小勇呢这个骑着这个啊电瓶车啊来到了炮哥家里 来到炮哥家里呢炮哥炮嫂呢刚好在二楼 小勇呢就拎着礼物呢来到了二楼 然后二楼上面呢炮哥炮嫂呢刚好呢正在聊天啊 看见小勇来了也是非常的吃惊啊 因为在炮哥的印象里面小勇他呢是是一个自来手啊 在这个炮哥家里面他呢是这个啊从来不带礼物的 但是呢今天呢却带了这个水果和牛奶啊 炮哥炮嫂呢都对小勇呢是非常的乐情啊 感觉呢太阳呢从西方升起啊 今天呢是这个啊就是出现了一个奇迹啊 啊大家也知道小勇呢曾经呢在炮哥炮嫂家里面 是吃了又拿拿了又吃啊 但是呢这一次呢小勇呢竟然呢是买了牛奶和水果啊 炮哥呢对小勇说哎呀多是兄弟啊多这么熟了 还来我家还带东西啊小勇说这个炮哥啊啊这个不是兄弟呢特别的这个客气啊 实在是因为半年来了都没有来你们家一趟啊 而且呢啊这个就是对于你借钱给我两千块钱的事 虽然呢我钱呢是还给你了但是呢你呢又把这个多余的一千块钱呢退还给我了啊 小勇说呢真的是非常感感激啊 炮哥炮嫂对他的这个鼎力支持啊 小勇说呢本来呢这个自己呢这个多付一千块钱呢想当做这个两千块钱半年的利息啊 然后呢炮哥炮嫂说这个都是自家兄弟啊跟兄弟啊啊还这么客气啊 说下次呢你再这样啊这个你想借钱啊多这个不愿意借给你了 小勇说好的好的下次呢这个借多少就还多少啊 感觉呢小勇呢也真的是这个成熟了长大了啊 大家很多人呢可能觉得啊小勇为什么要给炮哥三千块钱呢 其实呢我觉得呢小勇呢他这个人呢也不愿意欠别的人情啊 为什么小勇六月份的时候没有钱啊 大家呢也无从可啊也无从得知啊 或许呢是小勇呢把自己的这个自媒体赚的钱呢 这个就是给他存银行呢存定期呢也有可能啊 所以呢当时呢手头的就没有钱就来找炮哥借钱了 现在小勇为什么要把钱还给炮哥呢 最主要呢大家也知道这个一年了啊借了半年的时间啊 现在呢又快过春节了我们中国人呢都是很讲究呢 在过年前呢把自己的这个债给还清了啊 所以呢小勇呢也这个没有赖账的这个意思啊 所以呢他呢这个想到自己呢这个自媒体又做了半年啊 也赚了盆满不满所以呢他呢也这个再回到自己的家乡后啊 就这个连毛呢给炮哥呢这个转去了他所的他所借的钱啊 总体来说呢小勇呢这个能够这个讲诚信啊啊能够呢这个安时还钱啊 应该来说呢也这个确实呢让广大网友啊对他呢是这个非常的佩服啊 不像有些啊不像有些人啊他们呢这个借钱的时候呢是对你呢是百般的讨好 但是当你想要这个啊让他还钱的时候呢他却呢故意呢装大爷啊 故意呢对你呢是不理不睬啊这种人呢也有啊但是我们这个小勇呢他呢不仅呢是还了钱 甚至呢还想呢这个多还一千块钱当做两千块钱半年的利息啊啊 啊我感觉呢小啊这个炮哥炮嫂呢也确实不敢收要是收的话 也就是说两千块钱这个半年的利息啊啊是这个百分之五十啊那真的是比高利贷还高利贷了 所以呢炮哥炮嫂他们呢也是这个啊就是直接呢就把多余的一千块钱的退给了小勇啊不是炮哥炮嫂不缺钱 而是因为呢炮哥炮嫂他们自己呢也觉得小勇这个人呢还是值得做兄弟的啊所以呢他们呢并没有这个收小勇任何的利息钱啊 而且呢小勇呢大家也知道他呢这个别人不收他的利息啊但是呢小勇自己呢也知道 是欠炮哥炮嫂一个人情所以呢带上了水果和牛奶啊可以呢给炮哥炮嫂他们的这个大女儿吃的啊炮哥炮嫂他们有孩子啊 大大女儿还有呢这个肚子里面的还有一个未出生的宝宝啊总体来说呢这个小勇今天的这个做法啊 一方面是给炮哥炮嫂一个面子另一方面呢也是这个带着礼物上门啊也算是还清了炮哥炮嫂啊借钱给他的这么一个人情啊 以后呢大家呢也会更加的这个啊融洽的相处吧啊总体来说呢这个有戒有还在戒不难啊也感觉到呢小勇呢他这个人呢还是非常的实在的啊做人呢是非常实在的 并不是说像大家所说的小勇呢是一个喜欢赖赞的人啊啊总体来说呢这个啊小勇呢能够在年底前啊就还清两千块钱这笔这个借款啊虽然呢钱不多啊只有两千块钱但是呢也可以看出小勇的人品啊在这里呢牛哥呢给小勇呢拉拉红线啊 如果有喜欢小勇的广西女粉丝啊可以联系小勇啊毕竟呢你们呢都在同一个这个省份啊这个近一点呢也可以让你们的婚姻呢这个结婚后啊更加的这个方便啊啊住在小勇家里面其实呢我感觉呢也并不是像这个小凤所说的三卡拉里面没有任何的乐趣啊 其实农村还是有很多乐趣的这个虽然呢可能呢这个农村里面要干农活啊但是呢小勇呢这个早就对大家说了啊在这个 他家这个当这个媳妇啊他的媳妇呢是不用多少啊不用干多少的这个农活的啊只要在家呢好好的这个烧饭啊这个搞卫生就可以了啊感觉呢这个三卡拉里面有三卡拉的风味啊 这个山里面呢这个空气清新而且呢这个啊水果很多啊应有尽有啊这个吃不完啊特别是这种饰饼啊还有呢这种握干啊这种这个砂糖菊啊啊都是吃不完的啊都是可以实现自由吃的啊总体来说呢这个大家呢也不必呢就是担心啊嫁过去啊就要这个累死累活了啊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就像小勇所说的现在家里面已经呢变成了小康 这种生活啊不需要呢自己未来的老婆呢在干死干活去山上干活了好了今天的视频呢就拍到这了大家对于啊小勇这个啊就是把钱这个及时的在这个春节之前还给了炮哥大家觉得小勇这种做法对吗欢迎大家在本视频下面给我留言谢谢大家 对啊 也手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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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